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IOH讲座,我是林珊如 首先我们要先由爱台湾且愿意尽最大力量帮助年轻人的何波波带来的一句话 年轻朋友,不要任由你的未来,以他的方式到来 听完本段演讲,深度思考规划你的人生蓝图 好,让我们谢谢何波波 好,今天我的分享形式会移到这个目录 以自我介绍、学校、细所、印象深刻的课程、课外活动、经验 还有心得与收获,跟大家分享 好,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现在是就读成功大学要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林珊如 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所以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边分享是真的是很开心 然后也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好,这是我的海报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成长环境 其实我是家中的老妖 就是我在家里都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就是我都只要把我的姐姐往外推 当作我一件没事就好了 但是随着成长环境的改变 然后自己升上了高中、大学 我的个性也变得越来越外向 我必须要学习自己的独立、自己成长 那我的个人特质呢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沟通的人 像是在团队合作的时候啊 如果大家都非常的安静 我就会觉得哇天啊,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会跳出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然后跟大家进行沟通 那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像现在我就读的系所成大药学系呢 大家给了我一个称号叫做成要好妈妈 就是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平常就是一个很喜欢关心别人的人 那我另外我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嗯,基本上我只要看到跟亲情啊 或是友情有关的影片就会很感动 然后就很容易落泪 但我的理性呢 其实也不会放任我的感性 任由它发展 就它也会跳出来 然后帮助我能够在正确的时机 做出最好的决定 但感性也让我变得更有同理心 对于别人的情感或是意见能够更有包容 然后更可以跟他们进行沟通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高中 我高中念的是台中女中 不知道大家对于女中的印象是什么 是那种娴熟温柔的样子 但其实呢 它是一个非常疯狂 很自由 然后很冲撞体质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很多批判性的思考 然后也更加懂得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于我来说 它就是我吸取养分的土地 那我其实是一个台中的郊区人 在通勤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长的 长达一个小时 所以我就会在火车上或是公车上 善用那些零碎的时间啊 去备备单字啊 补眠之类的 然后大家高中的时候 一定会面临到的类族选择 那时候因为我非常的喜欢生物这项学科 因为我觉得它是最贴近自身的一门学问 就可以让我更加了解 不管是人这个物种或是动植物 都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让我可以更加了解的他们 那在高三的时候啊 我很幸运的参加了一个生物进士 就跟着老师做了很多有关生物的实验啊 还有一些研究 所以也加深了我对生物还有化学的兴趣 所以也导致我后来在升学的时候 能够有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 那有人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博弈法很早通过的国家 因为每个人在十八岁的时候都要赌一把 赌自己的未来赌自己的大学 那我在赌的时候的升学考量是什么呢 就如大家现在所知道的 我现在念的是成大 我选成大是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 就很适合我这个很喜欢广泛接触的人 可以接触很多不同领域的事物 那为什么选择了药学呢 竟然对生物还有化学都很有兴趣 那为什么单单只对药学这项科系特别有憧憬呢 那是因为我认为药学其实是最实用 最贴近民众生活 也最能广泛应用的学科 那在药学的领域里面呢 我又特别的对临床药学有兴趣 它可以对各个民众有更加的了解 然后也可以做出更好的个人化医疗 未来我想要成为一个善良且睿智的人 善良的话是因为我希望 自己在未来不管遇到很多很黑暗 或是很多挫折的时候 我都可以时时保持希望 不要被黑暗打倒 那睿智的部分呢 我希望自己时时保有省思的能力 在思考的当下我可以更加知道 自己应该要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那今天演讲的讲座的主题呢 就是自我学习 就是在我的成长环境中 我发觉到了自我学习的重要性 不管是在课业啊社团或是带人出事等等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自我学习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特质 好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大学 成功大学 一个很知名的作家叶时涛曾经说过 台南是一个适合人们做梦 干活 恋爱 结婚 幽懒过活的地方 我真的觉得他把台南形容得太贴切了 成大就是也 成大也是一个如此的地方 他就是坐落在台南 然后也拥有一切很棒的生活环境 和学习环境 那成大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些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啊 生活环境外 他的也很重要就是综合性 成大大概有十个学院 然后有将近五十多个系所 所以基本上他的综合性也非常的广泛 然后有丰富的通试课啊 像是哲学与艺术 自然工程科学 还有生命科学与健康等等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新知识 等着你去发掘 那也有很多艺文的活动 像是单车节 向高中生介绍大学科系 或是艺术记啊 影展等等 然后我觉得自己最受用的系统 其实就是全校活动报名系统 它就是可以在让我很闲暇的时候 可以知道 哇 学校最近办了什么新的活动呢 然后也让我感到兴趣的 我就会报名参加 像我是一个很喜欢听演讲的人 像我演讲的时候就听过 Lulu 知名的主持人 大戏 知名的饶舌歌手 还有超人医生 南回医院的创办人 所以这些演讲可以让我吸取很多不同人的生命经验 然后进而成长 那成大还有很棒的就是外语资源 像是第二外语 我们有日语 法语 德语 等等很多第二外语 大家想想 其实在外面要学外语是非常的难得的 所以学校如果能够提供这个很免费 然后很棒的资源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有利 然后也可以在外文系加签 那还有跨国交流的部分 大家可以知道成大有很多的系嘛 那它跨的领域又更广了 所以它在签订姐妹校啊 或是交换计划的部分 它都做得非常的广 然后也有跟很多国家作与交流 但是你也不一定要出国 你也可以担任接待义工 然后接待来台湾来成大念书的国际生 那成大不得不说 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美食绿洲 因为我觉得台南就是很适合一个说走就走的小探险 为什么呢 因为台南有很多小巷子 很值得你去发掘很多很新奇的小店 有趣的新事物这样 那它除了再替小吃 大家所熟知的牛肉汤 咸粥 春节等等 还有很多文创聚落 网美啊 网美店 康飞馆 市集 还有古迹等等 那接下来介绍到我的学系 药学系 大家可能会有个迷思 药师就只会包药而已 不是吗 当然不是 因为药师它其实药学系呢 是为了要培育 能够让民众有更加 达到人人会用药的境界 让民众可以学习药学这一块的基础知识 那讲一下各校的比较 现在全台湾呢 有九所的药学系 然后目前六年制的有 成大 台大 北一 国防 还有阳明 那为什么要多念这两年呢 大家想说 我大学念四年已经够久了 为什么还要再花六年去念一个学系呢 其实这个六年制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更贴近 临床实习这一块 那临床实习的临床药学指的是什么呢 并不是说我站在病床旁边 就是所谓的临床 它其实就是能够跟人跟民众互动的话 其实就是所谓临床的定义 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对民众有互动 可以更加密切 那大家想说 成大药学系现在才遭受第四届而已 是新成立的系所耶 资源很少 为什么我要来念啊 但其实不是 成大有非常多的研究所的资源 像是成大的灵药所 成大的灵药所在台湾 其实是数一数二的研究所 所以有很多很棒的学长界 还有老师 可以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经验分享 还有指导 那研究的领域也非常广 像是我们老师擅长的部分 有很多药物经济学 临床药学 药物法规 药物流行病学等等 所以不管你要往哪个领域发展 都是非常有利的哦 那成大药学系也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地方 因为我们一届招收的人数大约是三十人 然后师生的连接也非常的紧密 就你不管是课业或是生活上有问题 都可以跟你的老师导师们联络 那实验室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药剂实验室 虽然才不多间 但是我们里面很多该有的设备都有 或是像是冷冻干燥 或是无菌的部分 都很充裕哦 那还有跨国合作的部分 虽然我们的药学系很新 但其实我们已经有跟日本京都药科大学 进行一些合约的签订 所以其实在跨国合作的部分 并不会输别人 那跟大家说说我们的课程架构 有人想说啊大学念六年 那我就耍费六年就好了 其实才不是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值得你去学习的东西 像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教学方式 基本上老师们会采用的是原文书 但是我们有 譬如说PowerCam PowerCam是一个程式 能够让大家可以在课后 他会录取老师的上课的样子 所以你在课后还可以再看一次录影 然后去复习 那共笔的话 就是大家制作的共同笔记 然后就是可以让你在念书这方面 可以更加得心应手 那除了药学系 大家可能会想说 我一定都是念什么西药啊 或是一些西方的科学 但其实我们还是有中药选修的学分 就如果你未来想要往中药调剂方面发展的话 就是中药选修学分是可以很free的去选择的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一大二 就是有普化普生微积分生物化学等等 就是大家高中时期所念的化学生物数学等等的延伸 然后给大家建议就是大一大二 就是能玩就玩 就是能够尽情的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 那大三的部分就可能课业就会比较重了 因为在大三的暑假我们会去考国考第一阶段 就是药师的执照是需要经过国考才有办法取得的 那国考的科目基本上都会在大三交手 所以像是药物分析 如何用仪器去分析药物 然后药物化学 药物的化学结构怎么去影响它的作用 药理学去探讨药怎么在人体的作用啊 或是有什么影响 药剂学呢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把一个药送到人的体内 还有生药学 中药学 生物药剂学等等 那大四的部分呢 就会更多增加了临床的技能 像是药物治疗学啊 怎么样可以找出对民众最好的药 然后调剂学 病态生理学等等 增加我们的临床技能 那大五大六的部分呢 就是有实习还有专题 就如同刚刚前面所说过的 就是这两年的时间 可以让我们有更多不同的实习机会 还有专题 那毕业之后 在考上 在考过国考第二阶段 那就可以取得药师的执照 那未来的出入呢 就是药学系是一个很棒的科系 因为我觉得它出入很广 就不会受局限 那像是有医院 你可以在医院担任临床药师 或是在住院药局 门诊药局等等轮班 然后社区药局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更加的贴近民众 就还蛮适合对跟民众 喜欢跟民众互动的人的 像是一些社区药局的部分 然后还有药厂 如果你是很喜欢挑战自我 然后创新的话 还蛮适合去药厂的 进行研发销售评管等等 那还有行政单位 如果你对公共卫生 或是公共行政有兴趣的话 就还可以到行政单位去 像是食药署 公共卫生单位等等 那也可以进行学术研究 不论是研究所 继续攻读研究所 或是在实验室 进行研究都可以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个药学经验的分享平台 它叫做Farm Experience 这里面记录了很多药学学长姐 求学、国考、实习、工作、国际交流等等的经验 所以如果对这方面还有很多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到这上面来看 那我会建议什么样的人来念药学系呢? 首先就是生物跟化学 就你要对这两个科目呢要非常有兴趣 因为这是最基础的学习热忱 像给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阿斯匹林的结构 就是大家平常都会听到的药 那其实药也不是只有这么简单的结构 它还有这么复杂的结构 所以其实你的生物啊 还有化学的学习热忱要非常足够 才有办法让你在这个学习环境 还有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就感还有快乐 那我觉得念药学系的人 也要有一个很热心 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 那像因为这样子 你在以后再进行跟民众交流啊 或是在医院跟病患进行沟通的话 你才可以更有同理心 那还有团队合作的部分 因为在医疗团队里面 其实大家都是很重要的 就缺一不可 所以你不管是领导啊 或是执行能力 都是很重要的哦 那给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药袋的外观 就是大家平常拿到药袋 就讲说啊 钥匙发给我 我就拿回家吃一吃就好了 但其实这个药袋后面 其实经过背后很多医疗团队 每个人的努力 像是医师要先诊断 然后要是要去确认这个药是不是对的 或是这个剂量 或是这个剂型是不是适合你的 所以这个背后都是靠一个医疗团队的执行 那有效沟通的部分也很重要 因为身处于医疗团队的一份子 你不需要跟其他人进行沟通 或是跟民众进行卫教的时候 你必须以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跟他进行沟通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成大里面印象深刻的课程 第一个是通试课 历史与文化 这个老师要求我们要做一个报告 然后我跟同学就去进行了 家匠团的采访 不知道大家对家匠团的印象是什么 也有可能是很负面的8加9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经过这次采访之后 完全翻转了对这个的印象 这个呢就是我在家匠团的会师他们家中 请他跟他进行采访还有互动 这个是 我脸上的妆是七爷的妆 然后头上的帽子也是七爷的帽子 就其实一般女生要接触这些家匠文化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有禁忌 或者说非常受限的 但是其实他们也都还蛮乐于帮助我们 然后也很乐于把这些家匠团的文化告诉大家的 那跟大家介绍一个药剂实验 就算是我们本科系一个很特别的课程 大家讲说药剂实验那是魔药学吗 跟哈利波特一样吗 其实不是 其实他很频繁也很专业 像是我们曾经会做废子粉或是美乃滋 大家会想说废子粉跟美乃滋跟药剂有什么关系呀 但它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了解 药也是可以以这种形式或是这种 这种剂形进入体内的 那给大家看看一下 这是我们实验的照片 然后这是我们所做的糖浆或是脚味剂等等 那还有一次有一个活动呢 是生药采集的活动 大家想说哇 去念药学系还要采药 还要当神农士长白草 其实不是 就是老师就带着我们一群学生 然后到农场去去认识药用植物 然后可以知道它的外观呀 然后用法呀 还有用途等等 所以算是一个蛮棒的户外教学 然后还有一个是药物资讯 那大家会想说哇 念药学系好像要背很多东西 嗯没错 但是人脑总就还是赢不过电脑了 所以基本上有很多资讯都是记录在网路上面 那这堂课就是要帮助我们搜寻资料库 就我们可以在资料库里面搜集更多专业的资料 像是交互作用啊 静置疑等等 这样子在跟民众卫教的时候啊 就可以做出更好的沟通 然后做给他更多资料 让他去参考 然后还有一个课程是服务学习 它可以让我们提早观察我们的职场 像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 嗯它其实是胰岛树的针头 就是有一次我们服务学习到了 嗯住院药局去分装 去分装胰岛树针头的照片 所以这些其实都可以带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可以提早接触 那讲到课外活动的部分 为什么课外活动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就是你在课外活动可以学习到很多 你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那首先跟大家分享我参加过的医疗服务队 当然刚刚前面就有说过 我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哇参加服务队可以去服务一些偏乡的孩子 或是独居老人 对我来说其实是蛮有意义的 然后我也在这个过程中 学会的珍惜跟分享 然后这个是我们上次出队的照片 然后还有系学会的部分 就是大家想说 哇成大药学系才四年级 这么年轻就有系学会 没错 然后我亲爱自己也担任了第三届系学会的会长 然后我们是一个很有活力 然后也很愿意创新的系学会 那系学会的功能有哪些呢 首先有凝聚情感 就我们是跨界的干部 结合大三跟大二的同学 然后一起进行我们的活动 然后还有举办各项活动 然后连接我们之间的情感 像是这个 这个是我觉得最棒的活动之一 它就是尾牙 就是我们同学跟师生们之间可以同乐 就是同学们会准备一些表演 然后老师们也会跟我们企业进行一些交流 然后还有制服日 就是反而大家上了大学 会特别怀念穿高中制服的日子 所以举办了成要制服日的活动 那除了各项活动 可以凝聚大家的情感以外呢 系学会还有一些功能 像是学术的部分 可以提升大家对于要学这一块 有更多的兴趣 还有公共卫生 能够走出我们大学的这个舒适圈 然后进到社会跟民众进行一些 卫生教育的宣导 然后像这个 是我们之前跟Farm Experience 在高一一起合作的工作坊 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研究所之类的生涯 然后还有这个 是我们之前在台南火车站附近举办的 药学专家就是你的闯关活动 让民众可以了解药品应该要怎么回收 或是说药物应该要怎么样保存的活动 然后除了刚刚所说的以外 系学会还有争取权益的这一块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师生之间的沟通桥梁 然后可以帮助学生可以在 在学校的体制里面 可以有更多利益上面的争取 然后还有一个活动是跨系人才赢 刚刚说过成大有很多不一样的系嘛 那这么多系的话一定有很多可以跨领域合作 还有激荡的机会 然后这是我们上次的照片 然后集合了七个系 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 其实我学会了很多尊重跟包容 因为其实每个人来自不同的环境背景 念的是不一样的科系 然后说出来想法也会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尊重跟包容别人 那还有一个是药学年会 就是以药学生为主体 然后每年会由不同药学系举办 然后一年一会这样 那这个活动就是可以让我们进行跨校的交流啊 我们可以比较各校之间的差异 然后也可以互相的切磋 然后这是之前第十七届的时候 在成大的照片 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 其实看到很多来自不同学校的药学系的学生 然后你也会 你也会以他们为榜样 或是以他们作为参考 然后更加的精进自己 精益求精 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那还有一个活动是医学营 大家想说好奇怪哦 药学系要办什么医学营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它是由成大六个医学院的六个系 一起合办的一个活动 然后这是我们之前在成大医学院大厅里面的照片 然后我们在这几个系合作的过程中 不仅可以更加了解各个系之间的学习内容 然后也可以跟高中生进行更多的交流 然后在跟高中生进行交流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方式 因为你毕竟都一定会经历过高中的时期 所以当他们在跟你进行讨论啊 或是对话的时候 你也可以更加了解自己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比较特别的经验 然后就是国际交流的部分 因为国际交流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扩展视野啊 然后发展国际观等等 那比较特别的是要学生有自己的国际组织 像是IPSF还有PSA台湾 IPSF就是全国 诶?全球性的 那PSA台湾就是全台湾的全国性的 然后这两个都是学生组织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 像是之前在台湾举办的年会 这个是之前我在台北跟一些外籍生 还有一些台湾的药学生进行活动的照片 然后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 我们可以探讨各国药学体制的差异 或是说各国药学在发展的时候面临怎么样的困境啊等等 然后以各国作为参考 然后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 然后培养国际观 那还有交换的部分 刚刚说过有国际性的药学生组织嘛 那它的交换机制就是以这些药学生组织 就是非官方的组织进行短期的交换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像是有学校交换的话 要缴两边的学费 它如果是短期的话 寒假暑假的话 如果对方国家也愿意接受你这位交换生的话 你就可以到他们的实验室啊 医院啊等等进行实习 然后当然你也不一定要出国 就是这些照片呢是我们在台湾接待 来自美国、德国、波兰、马来西亚 外籍生的时候所拍摄的照片 就你也可以在台湾的时候 也可以就进行国际交流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 这些年来的心得与收获 那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要跳脱舒适拳 因为大学的选择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都不去尝试的话 你就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等于零 但如果你勇于尝试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那还有争取机会的部分 大家可能会想说 哇 成大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资源耶 但是你光让那些资源摆在那边发烂 是没有用的 你不需要自己去争取这些机会 而且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你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去争取这些机会 然后回到药学系的本科系来说呢 我觉得我又学到了尊重专业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在念药学系的时候 真的是念得太痛苦了 也不是痛苦 就是我觉得要背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所以我就更加体认到 哇 原来药师并不是一蹴可击 就可以达成的一个职业 它其实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 然后不仅是本科系药学系 其实很多科系也都是需要很 背后都很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 所以也让我学会了尊重专业这一块 然后也可以更加辨测自己 然后成为一个未来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药师 这样 然后我觉得所有的活动啊 其实有时候你一开始 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 或者说有点脑冲血 一时激情就参加了这个活动 但其实你在最后啊 等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去进行反思这一块 你必须要去咀嚼说 你在这整个过程中获得了什么收获 然后你对于你自己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这些美好的部分留下来 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就是不需要去后悔 因为很多事情啊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不知道它可以干嘛 但其实它在未来都可能是你的主力 好 所以在今天的活动当 在今天的分享当中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 学习自我学习的这一块 然后还有反思的这一块 好 就是以上就是我的IOH讲座 谢谢大家